我是臺北市民 我最近這段時間特別感受到 臺北市民的醫療資源是最不足的 我不是在那邊講過嗎 如果我在家裡快篩陽性的話 我要走三十分鐘 才能夠到萬方醫院 找到一家能夠做PCR 然後另外一個 他整 你知道 我上個禮拜五回臺大醫院 他整到臺灣的醫院 整到什麼程度 臺大醫院不大家有急急診嗎 我回臺大醫院 我是固定要回診 結果貼了一張紙 對不起 我們的醫護人員 護理師不足 所以一個護理師負責三個診間 你看他不是把他搞掉了嗎 這台北市是首山之軀 結果你看居家照護也沒處理 再過來他從4月開始 700萬人連續100天 快篩多少 都是柯文哲的一個預言 有網友特別把他整理出來 可是剛剛講到4月的時候 他做了什麼事情沒有 他買了沒有 什麼都沒有 然後最後這個一爛 所以柯文哲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現在說是對付他或怎麼樣 基本上是 如果別人不知道 就算了你知道 你一直在你的預言都說 這些疫情會起來 你的預言都告訴你 從2月開始 你就講說 又有很多快篩劑 你都沒做 創下你會報應 你注意看他今天講話 他說我們是那個 台北市長 柯文哲今天直言 對付柯文哲 不要比對付病毒用心 認為用網軍跟名嘴治國 遲早會遭到報應 所以我已經得到報應 所以剛剛講快篩劑 前一段時間特別急的時候 我每天晚上日行以外付 找了五家藥局 買不到一劑快篩 那個兩個禮拜前 我是已經被他報應了 柯文哲今天在防疫記者會 叛了一口氣之後回應說 我跟你講都已經亂成這樣子了 現在還是那句話 對付柯文哲不要比對付病毒用心 他說這晚上我想說奇怪 應該討論怎麼解決問題 怎麼討論那些呢 我覺得很厭煩 你不覺得很厭煩嗎 他也認為開放緊急進口以後 應該再過一週後 就會有快篩了 不過用網軍跟名嘴治國 遲早會遭到報應的 等一下我抓個頭髮 我一直說柯文哲是坐在黃金堆上的旗蓋 臺北市有這麼多的診所 剛才羅醫師說我們願意幫忙啊 因為現在很多診所 因為大家可能不太敢去看醫生 大家不太願意去 不願意出門嘛 其實醫生他在診所 他可能也比較清閒 他願意付出 他願意協助 結果你柯文哲 你就是不願意 為什麼呢 你想省的麻煩嗎 我要一個一個找來 跟你們協商 跟你們討論 我直接就找我的臺北市的市醫 臺北市的醫院 市立醫院 我可以管得到 他就省那個麻煩 然後不把這個好的資源不去做 等所醫生來反映說 臺北市都沒有跟他們一起合作 已經很多家了 對啊 很多家嘛 人家是有這個願意付出這個熱情 願意來協助防疫 如果你把它拒於千里之外 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再說我們資源不夠 醫院快要崩潰了 醫院這個整個醫護人員累得半死 你有資源 所以他的副市長說 陳志忠進口這個BNT疫苗 是降帥無能累死三居 柯文哲難道不是嗎 最扯的是什麼 臺北市是我們醫生 醫護人員最多的地方 醫療院所最多的地方 就現在還要成立野戰醫院 我們現在快賽是一般民眾買不到 那我們臺北市政府 應該照理說你的備員系統 就是你的備戰物資 你是不是要先供應 給一些需要的人 包括之前講的幾大類 像醫療人員 還有所謂的這個 這個防疫旅館要用的人員 然後還有社福機構的 這些照護人員 結果呢 我就五月二號接到社福機構的 居住人 居管人員 就是照護員 來跟我陳情 他說臺北市要求 這幾類的人可以以篩代格 但卻沒有辦法提供足夠的篩劑給我 就是說臺北市政府 他從頭到尾他就沒有買好篩劑 沒有買到好也沒有買到滿 所以他就擺爛 結果我問他說為什麼沒有 他說你看我們有個居服員 二十七號就確診了 那確診的話就他比較居隔 居隔的話他周邊的人 是不是也要趕快快篩 就二十七號到後來 他五月二號跟我曾經 已經經過五天了 他也沒有給他任何的快篩劑 也沒有提供給居服人員 這些是等於是在我們優先 要提供給快篩劑的退項裡面 他都沒有提供 所以我認為說柯文哲 其實在這個防疫的時候 為什麼會那麼多的醫護人員 對他抱怨聲那麼多 也沒辦法去遞挺他的原因在這裡 加上說我們很多的聯誼的基層的醫療人員 也跟我抱怨 就是說他們現在連所謂的獎金 都沒有拿到 比如說我現在是不是 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必須要不斷的加班 加班以後他還有一些加班的獎金 獎金到現在也沒有給 到現在完全都沒有給還是扣在那裡 那我請教一下創下兄 你住哪裡 木柵 恭喜你木柵機場要變成野戰醫院 那還蠻遠的 可是現在就是說如果台北市現在 基層的醫療都沒動 七大聯誼都已經動不了 然後幾個醫學中心都被他的基層 是衝到快垮了 你也在醫院我問他說 他的醫護從哪裡來 我就覺得他搞不清楚這個狀況 我待會把證據給你看 台北市不應該淪落到這裡 所以黃上夏講對了一句話 你住在台北本身就是一個報應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證知道了